現在呢我要介紹的這個是叫 盧盧喳喳 咖啡親子館喔 是怎麼說呢 它這個是一個吃飯的地方喔 喝咖啡還有吃飯 減餐 還有喝飲料都在這邊 那它下面呢 它下面一層呢 就是小孩的遊戲空間 遊戲空間從這邊下去 旁邊有個側門這樣進去 然後這樣出來就在這邊吃飯 這是吃東西的地方 那吃一吃呢 再進去拼OK的 然後玩一玩累了 蓋手背張又可以出來吃飯 而且現在有一個優惠喔 如果你在裡面消費的話 你只要100塊 就可以去買親子館的門票 消費399以上 消費399以上 它就可以一張夾過一張 那如果不消費情況下 我們住 找前面的 我們前面的 有沒有莉莉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 莉莉 好這個是月壇館 還有呢本館 還有日壇館 這三個館的話呢 只要是房客的話呢 也有半價的門票 加購優惠 半價目前的價格是380 半價等於是19 那19的話是一大一小的小孩 可以進去遊戲試玩 裡面是瘋狂遊戲 是真的非常不錯喔 而且是真的 瘋独一無二 就在日月壇這邊喔 這邊附近沒有飯店 有這麼大的一個遊戲區域 那現在介紹的是這個餐廳的部分 那餐廳這邊的話呢 它可以吃一些 減餐類啊 它可以 而且旁邊還有樓梯也可以下去 它可以下去樓 剛才講的遊戲室 那我們現在是走外面過來 這個是樓梯直接上來 也可以有電梯可以直接上來 都可以 那我是走大門給你看 它跟樓下是相通的 樓下是直接是遊戲室的部分 那餐點的部分呢 他們這邊吃的呢 很多的選擇 可以給你看很多的選擇 它有咖啡啊 喝咖啡聊是非 有減餐類的 那差不多都是在 200多塊的套餐類的 200多塊的套餐 那也有兒童餐 像這個也有水餃類的 像這個是有直接兒童套餐 然後還有蛋糕飲料 這些都可以 那現在還有優惠 它是壽星獨享 我當月壽星它憑證 消費用餐 還有送個人的一個蛋糕一片 那我剛給你們講 399的話呢 這是一樓的 樂園門票的話 可以加購100塊 100塊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有房客 房客的話呢 它的優惠就是半價 門票380的半價 就是190的部分 那個餐廳是在 剛好就在樂園的上面 所以肚子餓了 隨時可以補充你的體力 好吃了再上 那吃完了再上 上了之後 又累了 又再下去 又再這樣 就這樣來回拼 非常方便 只要蓋手背張 就可以上來這邊補充體力 那這邊的話呢 剛剛有介紹啦 有一些 簡餐類的 那這邊蛋糕 聽說也非常的好吃 蛋糕類的都在這邊 哇 五顏六色看起來就非常棒 然後像一般來講 這個北海道的那個乳酪卷 68塊 有沒有 提拉米薯 88塊 那個海鹽焦糖的話呢 88塊 這個 草莓水晶88塊 而且還不貴 它就在裡面喔 在裡面可以用餐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都是七八十塊的 七八十塊的 然後比較貴的是 覆盆紙 藍莓的覆盆紙 慕斯是128塊 那像是這個還有割居 這個也很不錯 看起來108塊 那這個是 芝士蛋糕的話 它也這個厚 它是很厚 因為很厚一塊 很厚一塊 那是應該重啟師的 重啟師是150 水果塔都要108塊 這個 這個也有漂亮的水果塔 88塊的 所以呢 它這邊消費的蛋糕是不貴的 它在親子館 裡面喔 就在裡面喔 不用跑到外面去 所以你可以直接就是 肚子餓 在小孩來上面補充體力 蓋手背張之後 又可以繼續 又可以繼續樓下 繼續拼了 他一整天是玩到關門 他沒有分場次 完全不分場次 讓你們玩個盡興 所以來到日月坦這邊的話呢 不僅大人愛看風景 小孩現在又多了一個好選擇喔 大人看風景 小孩來玩遊戲設施 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竟然在這邊開了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 親子館的遊戲設施 還有這麼棒的一個親子餐廳 就在他這一館整個都是 都是親子的 都是在這邊活動的喔 然後位置也非常寬敞 舒適 那剛剛說的電梯 樓梯 都直接串通到下面去 非常的方便 可以看到下面喔 這邊 他直接這邊就有電梯坐下去 下面就是親子樂園 或者是走樓梯一層樓下去 就直接就是親子直達樂園 瘋狂遊戲區 就這麼簡單 OK 好 所以歡迎大家來這邊消費 帶著小朋友來玩 然後肚子餓了 就來這邊吃東西囉 OK 好 分享給你們囉